欢迎您收看消费简报 一个购物者对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感到难以置信 这一情况已经传达给了数百万澳大利亚人 澳洲ABC 澳大利亚消费者对超市高昂的价格表示愤怒 社交媒体上呼吁抵制该国两家最大的超市COLF和WorldWords的帖子迅速传播 这些帖子突出了剔须刀和家庭用品等日常必需品的高昂成本 并比较了不同零售商的价格以显示显著的价格差异 这种反弹出现在超市宣布创纪录的利润之际 COLF的利润达到10.6亿澳元 7.82亿美元 然而 昆士兰科技大学零售营销和消费行为研究员加里 莫蒂莫指出 应该将利润放在背景下来看 他补充说 公众通常更喜欢与盈利的公司打交道 COLF和WorldWords都承认 他们的消费者面临生活成本压力 并采取了降低主要商品价格等措施 然而 批评人士认为 COLF和WorldWords的垄断局面 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 并呼吁政府干预 莲花推出电动GT车型 大规模扩张计划继续进行 路透社 Lotus发布了一款名为 MAR的全电动豪华旅行车 GT跑车 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 该公司计划到2028年成为一家大规模制造商 并每年销售15万辆汽车 MAR将在中国武汉的一家 由吉利汽车运营的工厂生产 吉利汽车是与Lotus共同拥有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这款GT车型的续航里程将近400英里 价格与Lotus Electra SUV相当 Lotus的目标是吸引那些寻找电动GT风格跑车的消费者 包括那些目前驾驶德国品牌和特斯拉汽车的消费者 在华为智能手机的飞跃之后 北京对先进制造业设定了远大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工业核心计划部MIIT宣布计划支持该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此前 华为发布了Mate60 Pro智能手机 被视为中国绕过美国技术封锁的重要一步 MIIT旨在增加高端产品如5G智能手机的供应 以稳定工业经济的增长并刺激国内消费 该部门计划提高物流效率 帮助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并为供应链中的关键企业提供支持 MIIT还承诺通过促进关键技术创新 和加强可折叠屏智能手机生态系统 来增强中国的自力更生能力 该部门预计明年中国出货的手机中有85%将是5G智能手机 维多利亚的秘密公司最新采取的举措是改变其性感时装秀 以实现包容性 多伦多星报 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ous Secret 以一场庆祝多样性和不同身材的时尚活动重返提台 这个内衣品牌近年来销售额下滑 通过一部纪录片式的电影预告展示了其新形象 其中有20位全球创意人物 这部名为维多利亚的秘密世界巡回演出的电影 将于9月26日在亚马逊Prime Video上播出 活动上像温妮、哈洛、威尼哈洛这样的顶级模特亮相 展示了创作者们设计的各种身材的无头模特 维多利亚的秘密一直在改进其营销策略 突出展示丰满身材的女性 并推出乳线切除纹胸和运动纹胸 该品牌还用一组由十位多元化女性组成的团队 取代了超模天使 维多利亚的秘密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其市场份额从2017年的31.2%下滑至去年的18.7% 并且销售额连续几年下降 然而 这次时尚活动和电影是该品牌最新努力的一部分 旨在扭转形象 重新获得文化上的重要性 高盛首席执行官索罗门反击批评者 路透社 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 索罗门回应了最近对他的领导风格和战略的批评 表示这并不好玩 但他仍专注于管理公司 在CNBC的一次现场采访中 索罗门表示 他不认同人们对他的夸张描述 同事和客户也不认同 此前有消息人士在媒体报道中 批评了索罗门的做法 高盛集团正在剥离其消费业务 因其零售银行业务失败 第二季度利润下滑了60% 你永远不会听到的伟大通胀记录 彭博社 即将离任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 洛威一直是一位成功的央行家 他将经济保持在良好状态 通胀率平均在2.5%左右 劳动力市场也很有韧性 然而 在疫情期间 洛威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处理 以及提高利率的速度较慢 受到了批评 洛威的继任者 副行长米歇尔 布洛克可能面临与中国经济放缓相关的挑战 并需要专注于推动银行内部的变革 AI公司Brand Engagement Network 将通过SPAC交易上市 消息人士 路透社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Brand Engagement Network Band 计划通过与空白支票收购公司DHC Acquisition Corp 合并上市 该交易将是合并后的公司估值达到3.58亿美元 并预计为Band提供约4000万美元的总收益 这些资金将用于产品开发和未来收购 Band为各行各业的公司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 和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 并提供数据泄露预防和身份验证等服务 此次交易发生在全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初创公司 今年迄今已筹集了约394亿美元的资金的背景下 六位数家庭度假的兴起 英国每日电讯 豪华旅行社报告称 六位数家庭度假的预订量大幅增加 根据Scott Dunn旗下的超豪华部门 Scott Dunn Private的负责人 朱尔斯·莫里·朱斯莫尔的说法 去年以来 价值10万英镑约合13.7万美元 或更高的度假预订量增长了40%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庭旅行的预订 豪华精品旅行社Black Tomato 也看到了多代人旅行的激增 2021年至2022年间 价值10万英镑或更高的预订量增长了11% 之后从去年到今年增长了20% 人们对此类度假的需求 被认为是因为他们希望弥补疫情期间失去的时间 并重新珍视与亲人共度高质量时光 提供的高端旅行体验越来越个性化和沉浸是 旅行社会安排独特的活动和体验 以满足每个家庭的兴趣 例如Black Tomato组织了涉及学习日本相扑和蒙古生存训练的旅行 豪华家庭度假需求的增加也归因于孩子在规划过程中有更多发言权和对代际旅行的增加渴望 亚马逊在美国法庭上未能成功驳回消费者价格操纵诉讼 路透社 亚马逊公司将在西雅图联邦法院面临一起潜在的消费者集体诉讼 指控其存在价格垄断行为 这起诉讼由加利福尼亚和马里兰州的五名居民提起 指控亚马逊在其平台上仍未提高了许多商品的价格 美国地区法官约翰、春、John Chan裁定原告可以继续提出诉讼 称他们指控了反垄断法旨在防止的行为类型 亚马逊将有机会在后期反驳这些指控 此裁决出炉之际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亚马逊提起诉讼 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野心得到了一个不太可能的对手的帮助 悉尼先驱晨报 印度正在主办G20峰会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成为这个全球最大20个经济体独家组织的代表 印度政府为确保峰会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努力 清理德里市中心以便摩托车队通行 安装面部识别系统 并关闭该地区的零售业务 尽管受到批评 政府决心向世界展示完美形象 莫迪还利用峰会推进了他的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利益 敦促追随者用泛文发推文 并在晚宴邀请函上将印度改名为巴拉特 布鲁克菲尔德正在考虑出售巴哈玛的一家豪华度假村 据消息人士称 这笔交易可能达到25亿美元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正在考虑出售巴哈玛的亚特兰蒂斯天堂岛 这家豪华度假村可能售价约为25亿美元 布鲁克菲尔德在2011年通过债务换股重组交易 接管了该物业 亚特兰蒂斯天堂岛是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度假村 拥有多家酒店 赌场和水上乐园 参议院确认拜登的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名人 打破多年的僵局 华盛顿邮报 参议院已确认安娜·戈麦斯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提名人 使得民主党控制了该机构 戈麦斯是一位前FCC资深人员 目前担任国务院的通信政策顾问 他将成为五人委员会中的第三位民主党成员 他的确认结束了FCC长时间以来的党派分裂 使得民主党能够执行他们的议程 包括恢复网络中立规定 并对电线行业实施更严格的公用事业型监管 戈麦斯也是自2001年以来首位在FCC任职的拉丁裔女性 购物者表示他们想要可持续的商品 但不愿意多付钱 路透社 消费品制造商和零售商正努力说服消费者 转向可持续生产的产品 但由于成本较高和质量被认为较差 他们面临困难 金百利和雀巢等公司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 建立可持续供应链 生产环保产品 但消费者并不总是购买它们 麦肯锡和尼尔森IQ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 虽然78%的美国消费者表示 可持续生活方式对他们很重要 但公司难以产生足够的消费者需求 来购买可持续产品 挑战在于向消费者传达可持续产品的好处和后果 南非兰特在消费者信心和经常账户数据发布后走强 路透社 南非兰特在消费者信心指数改善后略有增强 尽管新数据显示该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 由于国家电力公司ASCOM实施了滚动停电 兰特在本周早些时候出现了疲软 第三季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了一些改善 但第二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到GDP的2.3% 尽管兰特稍有恢复 但不断升级的停电继续干扰南非的商业活动 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ous Secret在最新的举措中彻底改变了其性感时装秀 以更具包容性 多伦多星报 维多利亚的秘密经过4年的修整后回归 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 旨在庆祝不同的身材 彻底改变了品牌形象 该品牌的重大活动 时装秀在周三晚上举行 展示了各种身材的无头模特的设计 活动还提前展示了一部以纪录片风格为主的电影 其中有20位全球创意人物 将于9月26日在亚马逊Prime Video上播出 这部电影庆祝多样性和包容性 展示了像温妮哈洛这样 患有白电风的模特 以及受不同身材启发的创作者的造型 维多利亚的秘密近年来一直在改进其营销工作 突出展示丰满身材的女性在广告和商店模特上 同时还推出了乳线切除纹胸和运动纹胸 该品牌还用一组由10位多样化的女性组成的小组 取代了超模天使 尽管有这些努力 维多利亚的秘密近年来面临销售下滑和市场份额侵蚀的问题 较小的竞争对手和在线初创公司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和舒适性的选择 该品牌的首席执行官马丁 沃特斯承认扭转业务局势需要时间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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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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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